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搬的网站 我现在是网址demo01 它的首页就是这样是文章列表 然后第一篇文章是roncloud介绍连接vps主机 那我要搬到 这一个demo02网址的网站 它首页是课程系统网站包 那我要做的是我把01搬过来覆盖02 所以02会变成01那样文章列表 你就看不到课程系统网站包了 好那开始搬家之前 我会建议两个网站都要做完整的备份 备份完之后我们先到01这个网站 按一下automigration 然后它会请你在这边要贴一组key 那key就是钥匙 所以我们把它翻译成密钥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到02来拿密钥 好那我们按一下key 在这边它问我说 这个key要维持多久 它有效期限是多久 那有三个选项可以选 两个小时八个小时24个小时 那其实如果你马上就要搬的话 其实两个小时就够了 如果你是要给别人帮你搬 比方说你要给工程师还是拿个外包的公司 那你可能要久一点 好那有了这一组key之后 我们就在这边点一下 其实它就全选了 如果没有全选的话 你再自己用滑鼠选一下 然后你可以按Ctrl加C来复制 或者是在这上面按右键选复制 那我们再回到01来 在这里automigration这个框框里面 把刚刚复制到贴上 你可以按Ctrl加V就是贴上 或者是按右键选贴上 然后就储存 储存完之后 你的key会被存在这里 那你可以删掉 比方说你这个key已经过期了 等一下传的时候可能发生错误 那对方又给你另外一组 或者是你要把这个网站再转到另外一个网站 比方说我们现在是01转到02 假设你要01转到03的时候 你就要从03那边再要一组key 那你就要把原本的删掉 然后再重新把新的key贴上 那它这边也很体贴的 告诉你说这组key的有效期间是多久 我们刚刚是不是设定两个小时 所以我现在只剩一个小时又58分 然后它已经有验证到说 这个连接是正确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网站从Demo01转到Demo02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设计 因为你不需要等我按一下开始传 然后传了半天传失败了才来告诉你有问题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我觉得是设计的非常好 那接下来你要选择你要传送哪些东西到另外那个网站去 你是资料库加档案全部都要过去呢 还是说你只要把档案传过去就好了 资料库不要 还是说你只要传资料库 所以非常有弹性 那接下来这边有两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是他们可能有之前的经验 他建议说如果你有这些外挂 哪些外挂呢 快取方面的外挂 或者是防火墙之类的外挂 或者是你有转子的外挂 他会建议你先停用 然后搬完成功版面都没问题了 再来启用就好了 那第二点是讲到有一种系统叫做Local by Flywheel 这个是有一家主机商叫Flywheel 他推出了一个软体 那这个软体可以让我们的电脑 不是网路的主机是我们自己的电脑 可以安装Wordpress 然后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 不需要透过连线到网记网路的情况之下 就可以打开这一个Wordpress的网站了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Demo02 是用这种系统架的Wordpress 那他就不能用自动搬移 你还是可以用我上一段影片讲的手动搬移 但是不能用自动搬移 那讲的是02那一个网站 不是01这一个网站 好,那我们选好要整站来做搬家 所以我选好之后我按这一个按钮 他就会开始进行搬家 那你现在会看到这边会有个进度表 他会告诉你你的资料库有多大 所有档案有多大 所以总共加起来的档案有多大 然后这个连线速度是怎么样 所以搬这个家要花多少时间 要看你原本这一个网站的资料库档案多大 然后你这两个网站中间的连线速度 那像我因为在同一台主机上 所以我其实连线速度算会很快 然后我这个网站其实也不大 那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搬完好 这样就搬完了 好,那这时候我们到demo2来看一下 他不是说刚刚那样子就帮你还原了 他只是帮你节省掉中间搬档案的那个动作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到 02的WPVivid的设定这个画面来 那跟上一段影片我们手动搬一样 接下来的动作是一样的 那我们这边会看到我自己刚刚在搬之前做的备份 然后我按一下这个扫描 然后我们就可以扫到刚刚搬过来的这个档案 从01搬过来的档案 所以我本来自己备份的是20分的 那这边搬过来是45分的 好,我现在可以按还原的这个Restore按钮 然后我在这边要选替换掉网址 因为传过来是Demo01的档案 里面的网址当然是Demo01的网址 那我现在要在Demo02的网址上面使用 当然要替换成Demo02 所以我要选第一个 然后按Restore再按确定 好,还原成功之后 这边会显示Restore completed successful Successful就是成功 我们按一下确定 会发现我们被登出了 那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是还原Demo01的网址 那我在Demo02的使用者会被登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重新载入一下网址 在这边我们要输入Demo01的帐秘 这样就可以顺利登录了 好,那我们看一下前台 本来02的首页是课程系统网站包 那我们把01搬过来之后 当然首页就会变跟01一样 是文章列表 然后第一篇文章是 RunCloud介绍连接VPS主机 好,所以Auto Migration 它不会自动帮你还原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 你要自己在新的这个网站上面 自己做一个还原的动作 好,那使用WPVividAuto Migration搬家的操作 就为你介绍到这里